从小到大,妈妈教会了我很多智慧 无论是解决习题时的方式 还是面对人生给我们的美道考验 小时候的我,想法很单纯 认为金钱就是换取我们想要的物品 唯一的途径,从而得到快乐 妹妹要买什么? 爸爸,我要买那个草莓蛋糕 哇,你不说什么不够啊 那加上这个呢? 加上这个还是不够啊 不如你下次出了钱,你再回来找安哥 安哥,再算你便宜一点,好吗? 好吧 妹妹,想不想吃草莓蛋糕啊? 想妈咪你怎么知道我想吃草莓蛋糕的 因为你是我的金刚宝贝啊 来,我们一起做一个草莓蛋糕好不好? 耶,我要做我要做 可妈妈教会了我 快乐不一定是要用钱买的 而是手把手的和我一起创造属于我们两人的蛋糕 亲身体验的妹莎娜 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结果,或许不预期 但是,这蛋糕里面 却多了一种快乐的味道 叫做陪伴 妈,我回来了 妹妹回来了 你猜我买了什么? 你最爱吃的木耐草莓蛋糕 你这个小过去人还记得哦 当然 我去后面放 哇 妈,母亲节快乐,我爱你 只要有你在 每天都这么亲节 幸福是无价的 而回忆是最美好的调味料 Moonlight 陪您一起创造最幸福的回忆